目前,国家太空实验室已正式运行 空间应用有序展开,成果频现 截至目前,空间站已安排载轨实施了 110个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 涉及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 微重力物理和空间新技术领域 获得原始数据近100TB 下行的近300个试验样品 部分项目已取得阶段性运用成果 工程4000余项成果广泛应用于国家各行各业 利用飞行任务开展的航天育种搭载试验3000余项 育成主量审定品种240多个 蔬菜水果林草花卉新品种400多个 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逾3600亿元 年增产粮食约26亿公斤